欢迎收看前进关键马 各位投资朋友们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 我是谢志分析师 我们就来今天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是在大盘方面 台股今天的大盘 表现的算是比较弱的 那不管是加权指数 还是贵买指数 都是收黑K 那成交量 其实也没有很大幅的缩小 那像是这个加权指数 还是有差不多3000亿左右的量 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涨多之后 在高档进行一些整理 那后续才有办法 更利于整体大盘的来去上涨 那一样 我们回到关注在生计方面 那首先 生计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BI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11月之后 在这个最低点之后 持续的来去上升 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 它看起来非常像某一个线图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呢 这个走势 它非常的像 它也非常的像宝瑞的走势 那它的走势呢 其实呢 更像这个美食啊 也是在这个10月底啊 11月的时候呢 来到最低点的情况 然后呢 后续呢 就持续的来上升喔 有没有发现 很神奇的这个现象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 这是啊 整体台股里面呢 以制药为主的这个 近三个月的表现啊 它还是以上涨的情况啊 那虽然呢 其他类股上面呢 还有涨更多的喔 但是呢 既然这个股票啊 它没有涨很多呢 那当然就利于呢 我们呢 在第一档就先开始布局啊 反而呢 如果这些制药股啊 已经涨了很多 那后续呢 就比较不利于呢 我们来去布局啊 尤其是呢 股价呢 越涨啊 其实呢 大部分人呢 都会比较倾向于说 不想要再去追进买进啊 那这个情况常常就发生在呢 刚开始啊 股价呢 开始上涨的时候啊 我们会比较犹豫一点啊 那对它未来呢 这个股价能够涨到哪边 甚至是不是能够继续 真的能够涨呢 感到怀疑啊 那反而我们会倾向于啊 刚上涨的时候 不去借入 不去买入 然后呢 一直看 看着看着 看到最后呢 一直等到股票啊 涨了非常多之后 我们才决定进去买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呢 就会是比较晚呢 就会是比较晚呢 来去切入的一个时间点的情况啊 所以呢 如果啊 一个股票呢 刚开始有要上涨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非常地快呢 赶快地就要介入啊 那如果呢 一直看呢 看到最后啊 后续再进去追进去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晚的一个情况啊 那所以我们呢 来看到 我们的这个美食啊 那在美食方面呢 我们之前呢 一直呢 来去说的 就是它这个底部的整理的情况 所以呢 带动了它这个股价的上涨 那这样子看起来呢 其实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就其实像这样子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宝瑞也是长这个样子啊 它也是有一个V底啊 拉上来之后再整理一波 那为什么呢 宝瑞今天啊 它跌幅反了 是比较大的啊 那它甚至呢 连这个11月的这个高点呢 都到不了 那为什么美食呢 它呢 能够连续两天的上涨 那今天的拉回呢 也是比较小的情况 而且呢 相较之下啊 它也已经呢 高于了这个 11月初的这个高点 那究竟为什么 我会来这样子看好美食呢 那从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当然是一个底部啊 一个整理啊 那像是我刚刚举例的 这样子的底部 这样子的整理的情况 那那么多股票都是同样的现象都发生 就像是宝瑞一样 那它今天宝瑞呢 它明显啊 它跌幅就比较大 那为什么我会来去看好美食呢 而且啊 它前两天的涨幅呢 也比较大 甚至是在昨天呢 还呢 相较这个大盘啊 表现得来得更加的优异啊 那所以呢 如果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它这个基本面的地方 我们则可以看到哦 在基本面方面啊 有没有看说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啊 像是它这个是月营收啊 那为什么它有一些特别高出来的这些棒子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 那其实啊 它呢 则是来自于啊 这个美食的这个明星用药 也就是这个血癌的用药 那血癌的用药呢 它在2022年的第三季啊 因为有一个这个一次性的出货 所以带动营收呢 它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 那后续呢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哦 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呢 在后续啊 带动EPS 有明显的呢 跟其他剂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 那尤其像是今年啊 前三季我们可以看到 IPS算是跟以前的平均值啊 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那也是来自于呢 它营收啊 有所跳增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 除此之外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不管是在毛利率呢 还是营业利益率呢 也一样的情况啊 在2022的第三季 还有2023呢 都有明显啊 高出过往平均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高出过往平均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难道说呢 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买卖的依据吗 那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那股价到底是不是已经反映完成了呢 那后续啊 为什么我会看好美食啊 那我们之后还会再来慢慢的持续来去讲解 但是呢 投资朋友们呢 一定会知道的一件 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在股市里面啊 有时候呢 它这个股价的反应啊 是会有一些时间差 或快或慢 那它呢 我们都可以说是呢 是效率市场或非效率市场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那投资朋友们呢 要怎么借由呢 这些呢 能获得的资讯 能够有更好的操作结果 那又或者是说呢 投资朋友们无法获得的资讯 那就需要我们来去进行一个协助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那今天的解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嘛 那美股昨天跌得很惨 最主要是辉达 还有包括Mate 那因为他们都申报转让 结果祖克博还有包括 辉达他们的高阶主管都在卖股票 所以昨天的半导体 美股半导体跌得很深 那台股就跟着下来 到底台股走空了没有 那我们先看 今天大盘最高跌最多跌168点 尾盘有稍微拉上去 只跌了93.47点 量能是有点放大 3125亿 那到底它翻空了没有 到底12月行情还存在吗 那我们看这里 很简单 大盘在这里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 出现买性信号到现在 没有改变 仍然在趋势当中 如果不对 它就要出现卖出信号 来 台积电 昨天出现卖出信号 所以今天你看台积电就显得很弱势 好重点来了 今天的股王逆势上来了 世新今天逆势 世新不甩所谓挥打他们卖股 也不甩挥打他们 也就今天美股挥打也跌得很惨 他不理他了 他走他的路 他上来了 但是广达并没有 广达理论上还在彻底 还在彻前波的188块的底 那既然股王上来了 这个行情就不能小气 大盘没有环空 股王上来了 很多股票就会随着 我们就打折随棍上 就会上来 好那 讲到我们的股票来 昨天我也请各位去想 说今天这档股票 冷钱包到底会涨还是会跌 昨天最高200.5 200块5嘛 200.5 好 收盘说177.5 也就是这样价差将近最高将近的22块 好那昨天 昨天的技术指标很简单 我说昨天爆出了近期的大量 8623张 那爆量长的理论上 这个书上都这么写 爆量长的就会跌 那我就会问各位 今天会长会跌 我说涨也对啊 跌也对啊 对不对 涨 代表还没结束嘛 跌是不是很好的买点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量收下来了 剩下一半的量 好那今天开181块 收177 好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平板之上 只有尾盘的时候 卖了265张 177块 也就相对的低点 265张把它卖170 177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平板之上 那你发现这里面的端倪没有 再看一遍 理论上如果说爆量 爆量长黑隔天 理论上要大跌啊 请问它有没有跌 有啦 我们理论上是有跌 收盘的嘛有跌嘛 可是是最后一盘 这个是177 最后一盘 跟你象征性跌五毛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想不想知道原因 这个就是我在演讲会会 讲的内容 来 冷钱包的秘密 这个礼拜天 天校两点半到四点半 台北 免费演讲 冷钱包的秘密 那对号入座 因为 世代在进步了啦 来听的 如果你没有这档股票 或者你对这档股票 没有兴趣的 只是想来交朋友的 对不起就不用来了 我讲真的就不用来了 你来我也不会讲其他股票啊 我绝对不会讲其他股票 就是这档而已 因为为什么 这里面的秘密 要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那我会讲重点 但一定要来打电话来报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对号入座 这免费演讲 还有茶水 还有冷气可以去 那位置让你做得很舒服 所以彼此尊重 打电话报名 然后我们会给你号码 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 那冷钱包的秘密 就好像我在这里 我直接讲 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子好了 股票市场 我说任何一家 我们讲公司好了 其实也不能讲公司 我们说作手好了 任何一个作手 在里面 作手有很多种 外资人是作手 公司派也是作手 对不对 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我们叫作手 作手在里面最怕什么 分盘交易 因为分盘交易 你看前一段时间分盘交易 它就这里 跟你混了多久 一个月的时间 等到结束了 拉涨停 打电停 然后才拉上来 然后 昨天 包括前天 都被什么 都被注意 虽然昨天的注意 它不是第一款 可是还是被注意 也就是联系五天注意 通常要分盘交易 那这个分盘交易 因为它在30天以内 如果分盘交易 会变成20分钟一盘 那20分钟一盘就变成说 除非你千存 不能你不能买卖 你要千存 那里面你要有钱 你才能买 不能说 我卖台积电 打下来有低点 我赶快卖台积电 然后去换 两千包 不行 你台积电可以前几天卖 钱在户头里面 然后把它千存下来 那你才可以买两千包 所以 最后打这一盘 177 有那么久的时间 这264张 265张有这么久的时间 它 它 它都可以卖 最高还185 它都可以卖 为什么最后一盘 把它打177 我告诉你 你不要算 人也要算 有人会算 算什么 算一算 把它打到177 今天就不会注意了 我今天不会注意 不然6点以后 你看看会有没有注意 它已经联系两天注意 如果是第一款 联系三天注意 就分盘交易了 就隔天就要分盘交易 那分盘交易 这是20分钟 因为它在30天里面 有曾经分盘交易过 所以第二次的分盘交易 就要20分钟 所以那会算 今天把它算一算 打到177 不会被注意 就避免有可能 会分盘交易的危险 那明天呢 明天涨停 也不会分盘交易 这样讲 明天就算涨停 也不会被注意 我们叫做时间差 它的前30天 前30天是 10月23号 24 25 26 三天都涨停 所以 股票是不是有人 公婆没得三个月 为什么 我说你们一定要来 你们一定要来会场 我会告诉你有很多秘密 其实 除了里面的看不见手 秘密以外 里面还有更精彩的 为什么 来 再来 好 我这个礼拜 我不断地在用冷钱包 来 你注意看 全球首款加密货币 看到吗 全球首款加密货币的冷钱包 要在哪里 它在 就是上个礼拜天 2023年台北国际不然会 展览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开始 也就12月11号 可以开放 益寿了 它有四种的界面 就是信用卡一样 有四种的 你看 有四种的这种界面 那 它总共这家公司 这家币托交易所 总共 有80万个会员 有80万个会员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仔细看 我说 这段时间 为什么 为什么 那只看不见的 它要在这里 把它压在这里 尤其今天 又不是要把它压在这里 今天大盘最多 跌168点 我们去思考 如果它是正常的 正常你知道吗 你们哪有正常吗 你们哪有没有正常 你就没有正常了 来 大盘最多得168点 它几乎都在盘上 为什么最后 用265张 把它打到177 18相应吗 不是啦 而是 它在等什么 它因为避免 被分盘交易 怕今天被注意 所以今天一定会压 因为它对称的是在这里 对不对 六天在这里 246 六天在这里 这一天涨停 30天里面 这里也涨停 所以只要六天避开这里 那明年的 前六天 就明天去对应 这个六天 这里是涨停 所以它明天涨停也不会 就是明天涨停 它也不会被注意 所以有些揍手 它算得很细 那我说在哪里 它要干嘛 今天是2月5号 那种问题 这家公司什么时候 公布营收 那公布营收 跟股价又有什么关系 这才重点 通常公布营收 如果有爆炸性的成长 它可能又是新的 一个行情的开始 那如果公布营收前 被分盘交易了 你告诉我怎么 就没有人气了 好 所以我给各位看这里 注意看 注意看 先看营收好了 好 你刚刚看到的 12月 12月11号 它要让人家申请 对不对 12月11号 它要让人家申请 我们看 12月11号 它要让人家申请 12月11号 那也就是12月11号 让人家申请 这种币多交易所 它有80万个会员 那你申请 它要给你卡片 那我告诉你 卡片不会12月 不会说 这家币多交易所 跟冷钱包这家公司说 我跟你定制 然后你马上可以给我 不行 它里面也有晶片 那个信用卡里面 是有晶片的 它不是印刷就好了 不是这样copy就好了 那一定要事先 我们叫事先做 那你12月11号 我是不是一定 理论上是 11月底就要准备东西给你了 不然你12月11 如果马上申请 如果几十万张 怎么来得及 对不对 好内容来了 我要请各位看的是 这个叫内容 9月10月的营收 它的营收是要慢慢上来的 那11月一份的营收 开始想 11月一份营收会怎样 如果11月一份营收 爆炸性的成长 你说 做手会 他会在这里让他分盘交易吗 如果不会 这几天这样的行为 我说 好再重新再讲一遍 任何股票 任何股票只要爆量长益 而且他是 这样涨很多 是不是涨很多 爆量长益理论上就结束了 我所谓的结束 最少 最少 这里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样涨上去两个月 有可能 整一个月或两个月 那已经爆出大量了 如果这个爆大量是 刻意的 如果是刻意的 要把它压下来的 要把它压下来的 那今天就很 理所当然 很可以解读说 今天没有办法 他必须压他 为什么必须要压他 吃饱小饮吧 因为不要让他变成分盘交易 不要让他注意 所以只能去压他 这就挂肉齐后了 我常常在讲 股票市长 你不要去看一天 有时候外资买 外资买 你不要看一天 你要看外资在这里 他在做什么动作 那我的解读在这里 你注意看 你刚刚有看到营收 刚看到营收了 然后营收以外 1.43对不对 0.8 这里不到0.6 1.43 假设11月份的营收跳上来 12月跳上来 那 他的EPS也是爆炸性成长 那总不能口收无凭 对不对 我们看 其实 我说 你在看任何一则 研究报告也好 看任何一则新闻也好 你要从头看到 要review的好几次 你要去分辨他 有时候很多人 走马看他看一看 就忘记了 所以我说 为什么要到会场来 你为什么要到会场来 我会教你很多东西 记得打电话报名 来 看这个内容 来 再看一遍 11月份的营收 什么时候公告 这家公司什么时候会公告 这个礼拜五公告 这个礼拜五公告 那今天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那公告以后他会很精彩 那11月份的营收 你认为怎样 我们来看内容 这个就是各位 你们所在讲的基本面 来看来 这未来展望 这个是三个月以前的 研究报告 意计 注意点 意计第四季 约11月再交货五万张 同样担当 同样是每张是12块美金 所以他会贡献1860万 然后呢 而且会以必偷合作APP 成为全球第一家 冷钱包工能的APP的公司 你看到这个研究报告是 他在上上隔夜以前的 因为那时候 币托交易所还没有公告 什么时候要让人家申请 所以他去推估 11月份会交后 好 再来 也就今年前年亦估 15万张给币托 这15万张就是 可能你15万张 就像我不是币托的会员 我看到这个不错 我会去弄APP 我会去把APP当过下来 我也想申请 为什么 因为它好用 你看最近 最近美国什么涨了很多 比特币 比特币标到四万两千多块 所以这个会水涨船高 当然我不是不鼓励各位 去玩数位后币 而是它是像一个除钱包 冷钱包就是一个 你可以把你的电子 电子上的数位后币 都存在里面 好 再注意看 来 你看2024年 另外再加两家 总共要100万张 那你注意看 11月份会再交后5万张 那11月份交后5万张 总共要15万张 那我嫁进去 还有包括额外申请的 或是追加单的 其实不叫追加单 理论上应该都做好了 只是我什么时候出货给你 因为你既然有80万张 任何一家公司可能 最少我要优比 三四十万张给你 所以你说你可能几张 可是这种通行都会追加 所以当花票开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11月份的营收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成长 再来就是 当营收出来的时候 这股价会出现 什么样的爆炸性成长 重点来 还是拿计划 打电话来报名 演讲会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现实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